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 Pocky Master 这是我们的Radio Master 新出的一款平价遥控器 那我们来开箱吧 那这是我们的Pocky Master 外盒 再来我们的遥控器 是有一个防尘套 然后我们的遥控器 萤幕保护贴 USB线 软弹簧 说明书,贴纸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遥控器外观 材质是透明塑胶壳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零件 再来是我们的天线 那这个天线是可以向上翻 向左转成直立式 那在收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天线折下去 然后我们的遥杆 扣环 开机扭 Trim按键 再来左右两侧是我们的设定按键 背后呢 我们有两个遥控器的收藏孔 中间是我们的协议接口 那我们的尺寸是nano尺寸 后面我们就可以使用TBS的协议 它这款遥控器有分两种版本 一种是ELRS的版本 另一种是CC2500版本 再来是我们的电池 电池是左右两侧 它是使用两颗18650的电池 这个遥控器好像是没有负电池 我们要自己选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几个调节孔 那我们就可以调节我们的遥杆弹力 再来我们来看遥控器的上方 我们有USB数据接口 DSC教练接口 然后有两个三段式的按键 两个全压式的按钮 左边是我们的短暂式按钮 右边有我们的波人 下方我们有耳机接口 Type-C充电口 SD卡插槽 那这个SD卡是我们的系统软体 如果它不见的话 我们的遥控器就不能开启咯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 那我们来开机 它的遥控器是由LED灯显示 那你在按上方的两个按键的时候 它的灯就会亮 然后我们进入到系统 选ELRS 我们来调动一下Pocket Rate 因为这个F1000 是最低的延迟率 如果你是玩竞速的FPV 那你就会选择F1000 但是这样的话 飞行的距离就会缩短 如果像我们一般需要远距离的飞友们 尽量是选择50Hz的选项 再来我的版本是ELRS的 所以它的最大电源可以到250毫瓦 它是从10毫瓦到250毫瓦 再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它的大小跟手感 那我自己是有DJI的遥控器 跟TBS Tango 2 Pro 你们可以看到它们的高度 其实都差不多 宽度跟DJI的遥感差不多 跟Tango比的话 我觉得Tango稍微宽一点 整体握起来的手感 我是还蛮喜欢的 摸起来的质量也很好 我个人觉得跟DJI的手感差不多 那Tango的质感就 比较塑胶 握起来就没什么特别的分量 再来我们来看它们的摇杆差别 Tango的摇杆区域比较符合Full Size Radio Master我觉得算是中等偏小 有些人比较喜欢TBS的摇杆范围大小 手比较大的人可能会觉得摇杆范围太小不好操控 不过Tango的摇杆范围 我觉得对我来说有点太宽 因为我的手很小 那我们来看DJI的摇杆范围 它的摇杆范围比Radio Master还要小 再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它的扣环口 这是DJI的扣环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扣环是很符合的 Tango的扣环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款遥控器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扣环的 但我们的Radio Master扣环口太小了 我们没办法使用这种环扣的扣环 只能使用比较细的一般扣环 我自己觉得影响也不会太大 主要就是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配角拿开吧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款遥控器 我很推荐新手买这款遥控器 手感好 携带方便 价格也很便宜 在这个价格范围的遥控器 应该是没有人可以跟它比了吧 之后我会继续分享实际飞行的手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追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